泰國憲法法院下令解散前進黨 並因為領袖皮塔斯 試圖改革皇室誹謗法 而禁止他在未來10年加入或參與組建新政黨 謝克克西娜辭去孟加拉總理職務 並離開該國後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老師將領導臨時政府 他呼籲國民為建設國家做好準備 德國哈羅夫鎮的一間旅館倒塌 造成最少兩人死亡、多人受傷 救援人員正在努力搶救被困瓦歷下的日子 亞洲故事在星期三做好 日經指數在日本央行對加息 採取謹慎立場後反彈 日圓出現下跌 一架直升機在加德滿都附近的森林墜位 機上5個人全部離難 其中包括4名中國公民 吳視頻,5個人失敗